天有二十八秀,明天迈,得有山川河流,明地迈,天有七迈舍迈,明人迈,天上二十八秀,星与星之间形成一带线,先与星又形成图形,这就是天迈,也就是星秀。 天上星秀共二十把,西方人称之为十二星座,天上每一个恒星,都是一个小千世界,而二十八秀天日一周,即三千大千世间的一周期,即暮水火土等周星,即地球公转,太阳一周为小千世界的一周期,地球上有山川河流,如人之气脉血脉子五流注,每月二十年,三元九云共一百八十年为一周期。 如一九八四年到二零零三年,为内运七月,七运未对卦,对主少女,主色情,故七运不特英美等国流行性开放,而且中国也是色情业最旺盛的时候,七运属金,英美一属金,故六十三年到八四年属英美当望之时,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为八月,八运属土,未更卦,主少男,也就是说在旧二十年, 全世界将流行男色,从二零零四年开始,全世界不约而同的流行男色,这是为什么?因为八运卦像是更,更熟土,主少男。 中国属土,故此二十年是中国的运之时,中国称熟世界,英美衰败是必然的,因地运所主,非人力能改变。 二零二四年至二零四三年为九运,九运输火,为离火挂,火能生土,故中国从二零二四年二零四三年,还是中国的大运。 同时这期间,也是修行的最好时间,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修行,追求精神生活,所以要利用好天使,经济修行,将会有更大的进步。 英美强大吗?至八运一到不久,世界金融风暴爆发,英美禁于破产,而中国几乎不受其害。 所以,即便是英美这样的超级大国,在天润的运面前,都是显得苍白无虑的,任何的挣扎都是亡难。 十九运,九字火刻尽而生土,英美必退却二线,向中国称臣,这是天地洪流,无可抵挡。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,修行要摘尸摘榜,方生要摘尸摘榜,因为圣前导者唱,也天导者亡,天地洪流,向不可引示的英美等西方列强,向不能抵挡天地律数的影响。 更何况是凡夫俗子,人身有五脏六腑,五脏六腑有十二经络运行,而十二经络又配合十二时辰运行。 而地支气脉与人身上的气脉血脉是一样的,地上山脉称山龙,河流称水龙,八月以东北山龙为基地,西南水龙为基水,刺激如人身正形的当运气脉一般。 山脉是大地的气脉,诸诵地气行地气,积节全属,人若在此修行,则人脉皆地脉,地脉皆天脉,容易使人正天地人合一。 我所说,众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,是外道见解这类云云,其实我不是叫人运用风水择极数来发财,更不是叫人盲目地追求什么极地,而是对此类是因采取不值不弃的态度。 不值,是指风水极地,为大福德不能得欲,不可执着强求。 不弃,是指我们修行,在有选择的余地下,应选择极地修行,往生时也应选择能够使自己身心安稳得极的往生,因为环境会影响会人的心理,而心理又会影响到往生。 即地数空间,即时数时间,这时间与空间对人影响是巨大的。 故修行时不可护士,因科学离心的运用。 比如说,一个房间有九个方位,你每个方位都做一遍试试看,当你每个方位都做一遍时,你就不难发现,有些地方一坐下就很舒服,身心安定,很容易入境。 而有些地方一坐下就心浮气躁,愈做心愈烦,早年重生,根本静不下来,又如同一个方位,我昨天坐那里心很静,今天在坐那个方位,却愈做心愈烦。 这是为什么?因为昨天那个方位,是至今月经所临之的,而今天那方位是火清经所临之的。 所以有不同的效果,又如你的房间的房门鞋对角处位置继位,位坐时朝空的格局,最易引入境,适宜修行,可你偏偏选择又进厕所或闹室的大门处修行。 这是非常不理性的,因为背对大门,使人背后无靠,难以心静,你不信我的话,你可以试试,保你五中就能体验到修缠和地的奥妙。 先找一个背后有高山或高楼,前面是河流或空矿处,的坐时朝空格局坐禅,再找一个后面是河流或地挖处,前面是高山或高楼,处,的坐空朝时格局坐禅,你很快就会发现坐时朝空地不论坐禅或念佛,都很容易心如止水,而坐空朝时处坐禅或念佛,心总是杂念纷飞,难以平静。 为什么坐时朝空的格局容易使人入境? 因为背后有高山使人有安全感,身心安稳,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山,山脉的地气会在静态中连接背后的都脉,山龙为大地洋气脉,而人的背后都脉,为人山羊脉之海。 故地洋脉能与人身洋脉交感,而念向河流水龙,能使人心心广阔,心心广阔自然能望去烦恼,无知身心,登入三摩地,面对水,还可使人自身的阴脉至海震都与水气交感。 补充能量,修禅时,若能找到背后方有山来龙,而对面处是真水,左边高,右边低,又远离闹市的地方,是适宜修禅之处。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哪里正道的? 它是背对着菩提树,坐恒河边修缠的,背对大树为石,面对恒河为空,而且背后的大树还能补充氧气。 中国据老话说,人者乐山,智者乐水,背后有山有靠,这种环境使人一生慈悲人心,而面对嗅水,使人心一生智慧,又如何风玉丽的时候心胸广阔。 而天气潮湿多云,的天气人总是心情郁闷,子午时心情特别入境,猫有时入睡却腰酸背痛。 这是为什么?因为这是违背生理的做法,如猫时正式起床的时候,你觉得睡觉,而有时睡又太早,要只有时睡了,那此时去饮食,可能会半醒来睡不觉。 事故,修行不可逆天道,逆的欲,逆的血脉,摘地摘方位摘实修行是很重要的,不管你修什么法门,都不能否认时间与空间对人身心的影响。 天脉影响地脉,地脉影响人之气脉血脉,人之气脉血脉又影响人之心性。 而什么样的心性,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,做出什么的事就有什么样的命运? 这就是心象、风水、推算命运等阴阳五行术的秘密。 国运与人之命运可散,实际上是推算阴阳五行气对人的影响。 比如说,算命算出某人某年某月当有灾,实际上到某年某月,亲人的心就会受五行气的影响,出现贪嗔痴迷重的心理,因此出口伤人,真心重固,与人打架,终至招获,又如命中注定某人某年当离婚。 实际上到某年某月,会受天心及环境的影响,实际人欲望特别高,总会做出年花月草的事情,最后闹至离婚,所以命会被算准。 如果你那一年首身陷入狱,三毒不起,你的命运就改变了。 如果一个人将要发达钱,会先开智慧,如果一个人将要灾祸临头了,其人必先三毒先起,三毒先不起。 此祸,无处可生,人若时时处处不知不恋不明于一切,什么天行风水五行气都影响不了你,那你就不受命运的控制,我命由我不由天。 话虽说如此,但世上又有几个能做到呢? 即使是正道的圣者,见到场时也不会随便选址,如佛建金社,切派舍利福走遍了王舍城,最终才选定建金社的吉祥的。 如张天师在龙虎山炼丹,丹成龙虎县,到此悉心传道。 总之,所谓命运之兄弟,无非阴阳五行气对人的心境影响,使人做诸与其心境相应的事,这就是命运。 命运不说十三是因果造的吗? 是的,但因果报应又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呢? 当然是故内外三毒令辰来表现,内心所长三毒令辰种子,因缘会计八作,或在心外,与三毒六成之五行气及事物,挑起内心的三毒珠妄想,做出不可思议的行为。 什么是三毒六成之五行气及事物,如恶劣的环境,使人生春心,悦云之夜使人生高欲念,诸如此类。 内心外感三毒六成,使人做种种事,即是命运,即是因果报应。 当然因果报应是很复杂,千丝万缕的,因为人从无始以来造千万众业,重叠交错,当然少不天地声明来帮助,系统的来管理相关事宜,或者乱套,天地声明在因果报应上,仅起到烟火警察的作用,但他们绝不是主宰者。 三毒六成与天脉地脉人生气脉又有什么关系? 三毒六成乃凶气阴,善心善念及善气也。 天脉地脉人生气脉,即如铜电线,而凶气即即如电流,善念多则阳气足,恶念多则阴气盛,善能生光明生喜乐,恶能生黑暗及痛苦。 但无论善念及恶念,结业也,善业也事业,可生善了享福德,然正悟道者,绝不支助于善,更不支助于恶。 因为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,都是轮回之因,善业多了,若不回向净土,那这善业就会拖着你享福,所以行善者,万万不可行善而不回向功德。 不支善也不支恶是什么境界,此境界乃本来念慕也,唯物道者之,若正道者,命自主者,但断绝一切三读六成的影响。 你如果能做到,你已经不受一娘五行的约束了,是为圣人,当然,能三读不起,六成不值的人不见得五道正一成佛法,但最马能正小成罗汉果。 不度三恶道,只从诸国至四国,建立轮回,能正小成果,已经是圣人。 小成果尚未正,又何空谈大成,因大成道难以小成的位基础,万丈高楼平地起,无地下三丈地基,又何来地上万丈高楼,愿看那此文的有缘人,能够从此精进修行。 我所言论,不做圣洁,是对获菲,君子参悟,有乐居士莫林英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 我 蒙森 我